Hello 大家好 今次要介紹的角色就是爆絕王泉 王泉這個名字比較特別 因為我們在台版中一直以來都稱呼伊邪南美王泉 但後來到了日版 出了暗爆絕王泉之後 都要正式證明 叫他王泉 叫伊邪南美 但伊邪南美叫王泉 其實我覺得沒問題 因為伊邪南美的神位的確是叫王泉津大神 在怪誕中的名字也是叫王泉津大神 在Panstal & Dragan 直接叫王泉神 所以基本上以人名來說 王泉的確是指伊邪南美 但以地方名來說 簡單來說 例如阿法羅阿龍 就是一個地方名 水爆絕的理想鄉 我不太記得 伊邪南也是一個地方名 菩提西方極樂也是一個地方名 相對地 王泉也是一個地方名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以稱為動詞或名詞 人名來說 王泉就是指伊邪南美 但地方名來說 王泉就是指日本的冥界 王泉比良版 當然中國也有王泉 遲一點說 其實說回這個遊戲裡面的暗爆絕王泉 其實也說過很多次 王泉這個故事比較出名 就是古事記裡面的伊邪南奇和伊邪南美 這個故事我講了不下三次 沒記錯 其實這個故事 我也很深刻印象 我小時候不太喜歡日本 像我聽過 但當時我聽過有這樣的故事 但我不記得當中的人名的角色 其實說到伊邪南美和伊邪南奇的兄妹兼夫婦 兩個神是... 其實在他們兩個主神上面 對上還有一些很厲害的神 但不要提到 因為他們兩兄妹都是上面那些神派他下來的人 簡單來說 對上還有一些很厲害的神 但沒有任何記載 據我所知 這兩個伊邪南美和伊邪南奇兩兄妹 是上面的神指定他們成分 但本來他們兩夫婦是很相親相愛的 直到伊邪南美生了火神之子 因為他一出生就全身漲火 直接把伊邪南美的陰暴燒到爛了 然後就失重傷而死 伊邪南奇首先很傷心 還有他掛這個不肖子害死老母 首先用這個十拳劍斬死了這個很不幸的神之子 這個火神之子 其實正正就是這個VDS 不是NDS NDS 不是VDS 我不知道 隨便是 VDS的怪誕版裡面 獨有那隻超絕 那隻就是伊邪南美第一個仔 第一個正確的神之子 這個是早過三季子出生的 接著說到伊邪南奇很掛主 因為他很愛伊邪南美 他就故意去到五屆 即是王全去找伊邪南美 這個故事我就不再重複很快說一次 說到伊邪南奇不小心偷看伊邪南美的樣子 因為伊邪南美死了一段時間 他屍體都腐爛了 還有全身生滿這個咀蟲 然後圍著一些很恐怖的鬼火 那麼伊邪南奇我不明白 因為堂堂一個主神 竟然害怕到馬上掉頭走 是害怕到馬上掉頭走 因為伊邪南美平時形象非常美麗 可能他突然看到一個爛了的南美 反差太大 一時間接受不到 心理壓力太大 他就馬上掉頭走 那麼伊邪南美一向都是一個獵女 他當然很生氣 看我喜歡養靈什麼 然後就派人追殺這個老公加大哥 開始就派了一些 伊邪南美派了很多人追殺他 然後派了鬼火歐玉 然後派了一些醜女 即是王泉的醜女 這些醜女的戰鬥力非常高 但是智商就感人 伊邪南奇又把全身的東西扔出去 日本的神話基本上 主神身上掉一些東西 他們都會變成一個神 即是你掉了頭髮 掉了一條頭髮 到地上一條頭髮都會變成一個神 伊邪南奇不停把身上的衣物扔到後面 不停地變成一些食物出來 於是伊邪南奇就得以同名 伊邪南奇就逃走一個名 王泉和人界交界的時候 他就將一塊大石 這塊石相傳是要一千個人 才可以退去肉 千人之石 千人石也是稱為 塞住王泉的入口 接著伊邪南奇就親自趕到來 隔著千人石就跟老公說 你這條PK 竟然敢對我 我就要詛咒你這個人間 每天都要死一千個人 伊邪南奇就是賭氣 即是不服氣 你吃你要我死一千個人 那我就每天出生一千五百個人 即是每天 正常來說 以人口來說 每天會多五百個人 這就是日本的傳說 其實日本他就說 每天都會死一千個人 但每天都會出生一千五百個人 即是要多五百個人 即是要多五百個人 吹吹吹 這個意思 這個就是 這個封印 即是封住王泉角的大石 這個地方就是王泉比良版 對啦 就是王泉比良版 即是人間和王泉的交界 這塊石 其實是 現在還有 日本有這個景點 其實是 我看了地圖大約在出雲國附近 出雲國 出雲國 如果你記得的話 就是衰左之男 定居的位置 他和八旗 道元蜜月 就是出雲國 建了一個 很漂亮的居所 為什麼衰左之神 會在出雲國定居呢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其實衰左之男 一開始的目的 他就是想找回自己老母 所以他就選一個 很接近 王泉的地方 就是出雲國 正正在旁邊 就定居 其實三季子裡 唯獨是衰左之男 是很掛著他媽媽 即是在閱讀和天照兩人 是完全感覺不到 他是很掛著 但是衰左之男也很慘 雖然他很掛著媽媽 但因為他太掛著媽媽 時常想起自己 衰左之男 就時常想起 伊邪娜美 就哭了出來 被伊邪娜奇看到 就很生氣 因為伊邪娜奇 很嘲忌伊邪娜美 於是就把衰左之男 放逐 懲罰他 本來衰左之男 就掌管這個海洋 所以他水屬 很合理 但是衰左之男 就被人放逐 引申了一系列衰左之男的故事 可以看之前說的 這個就是其中少少細節 雖然這段影片已經結束 但我仍然有話想說 我不想拖 這個就是日本王泉的傳說 其實後來伊邪娜美就在王泉定居 所以他被冥界封了做王泉瓶主神 王泉瓶大神 也是掌管王泉的主神 所以基本上 其實一般人習慣叫王泉 就等於叫伊邪娜美 只不過王泉 如果在爆絕裡面解釋地方名 就是這樣 說到中國的王泉 這裡很快就看一看 中國我們也是叫王泉的 陰曹地府 其實我想說一件事 就是我們從小聽到 九泉之下 九泉之下 九泉是什麼差 其實九泉是道教裡面 就是道教裡面 形容王泉的九泉 就是我們說天有九重天 就是九重天代表很高 地有九重地 九重地的意思就是 正正指九泉 道教裡面有九個 九泉也有很詳細講解 每一泉是甚麼差 有興趣自己可以看看 維基或者百度 這我就不再講 只不過想說一下 為什麼我們叫九泉九泉 就是對應九重天 九重天真的很高 九重地真的很深 這個意思 還有在戰國時代 是有一個比較出名的成語 我們也經常聽說 一句成語叫做 不道王泉不相見 其實以前小時候看一套電視劇 春秋列國的時候 我就看過這個故事 其實就講到 好像鄭國 我忘記了甚麼 鄭莊公 鄭莊公 我看著維基 我沒可能會記得是鄭莊公 鄭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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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為當時他的親生母親 其實鄭莊公的母親 想他的弟弟 鄭莊公的弟弟 做皇帝 鄭莊公是太子 於是爭拳 後來鄭莊公就贏了太子之位 做皇帝 但是他很生氣他媽媽 當時是幫他弟弟和自己爭位 於是就放下了一句狠話 他說 不道王泉不相見 除非我們落到 我們死了才再見 如果不是今生今世 我就不再見你這個媽媽了 因為你這樣對我 但後來過了一段時間 始終鄭莊公 血肉之情 血濃於水 很掛著自己媽媽 但奈何你又說了一句 不道王泉不相見 一國之君就不可以說過 不算數了 於是他們有一個大夫 叫做詠孝叔 詠孝叔 想了一條絕路 他就說 我們王泉的意思 真的很深 相傳中國 王泉的水是黃色 是黃水 所以 只要簡單來說 你去到一個地方 水是黃色 其實那裡可以 條件就是在地底 即是借些耳 那當然是自己騙自己 最後在這個 榮孝叔的安排之下 終於令到 鄭莊公可以在地底 這個假王泉 見回自己的媽媽 即是母子團聚 那也是這個 不到王泉不相見 這個成語的由來 因為小時候看過 無線有一套 這套外賣 即是買外地的劇 好像大陸拍的 這套 他有分這個 東周列國 春秋篇 和東周列國的 戰國篇 我記得這一段 這一段 我看過很深刻的印象 不知道為什麼 還有幾句成語 我也是這套電視劇 小時候讀 中學還是小學的時候 學了這個 多行不易必自閉 我記得這套 多行不易必自閉 首先這句 對小學生來說 是很難解釋的 還有 多行不易必自閉 這個閉字是很難寫的 你叫我現在寫 我都不太記得怎麼寫 所以我對這句是比較深刻 這裡拉開了一點 大致上 這個就是我們中國的王泉 日本的王泉 就指這個股市記裡面 拿美和拿企的故事 還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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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次王泉的介紹 就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拜拜